世事常变,经济格局更加时有起伏,加上疫情在环球肆虐,过去几年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民生都在转变,有些国家光芒不在,有些国家疫境见真章,而香港在此期间亦经历多变,仿如肉火重生,未来还看一股后盾力量能否令香港再次走上光辉之途。 先看近两年疫情令香港及全球饱受通胀压力,美国的量化宽松或要面对现实,有机会收水,未来确实有加息需要,一旦息口回升,楼价自然有压力,内地最近提倡共同富裕理念,中央亦希望香港加快建屋计划输解民困,未来香港的供应确实有机会增加, 当落实供应量大幅增加之后,楼价就会受压,楼价通常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,就会有压力,包括息口,供应,经济,政治及政策等,目前较大机会面对的事息口上升及供应增加,面对香港楼市的特殊现象。 港府在2010年开始打击炒风,实施了额外印花碎,违形未能阻止声势。 于是持续推出其他楼市的辣椒,至今已遇11年。 然而,楼价仍然不断破顶,之后有很多专家都要求政府按部就班撤销辣椒。 官员们谁也不敢执行切勒的动作,辣椒确实能够制止炒风,但却制止不了楼价上升。 因为买卖税项的成本增加,反而延长了业主持货的年份,买家更难找到急于求受而愿意减价的业主。 官府最新发表的施政报告,不者深明特区政府肯有决心增加土地供应。 但市民对住屋需求确实庞大,再加上外来需求的增加。 就算香港政府真的有办法在未来密得大量的供应,但远水始终够不了近火。 香港短期内留家族升盈是可以预期的,再加上香港者快幅地得到中央眷顾。 大湾区发展确实对香港有利,二十年前香港有自由行。 今天则有大湾区作为后盾。 不者相信未来十年香港房地产仍将处于黄金期。 至今法至今法至今法至安能。 感谢观看